关于西萨在创立的时候的一个宗旨 其实吴敬宝老师他是最先的一个发起人 当初在这个三位只有吴敬宝老师 还有之后我进来帮他一起成立这个所谓的独中校友联姻会 为什么会在三位成立这样子的一个联姻会呢 他的其实宗旨的目的是很简单的 就是希望我们的学生学弟学妹能够有人照顾 就是讲说有学长学姐能够照顾他们 然后继续传承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 来帮助学弟学妹能够尽快在最短的时间内 适应这个学校的一个生活 新的一个校园的一个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by索兰娅 字幕by索兰娅